曹真派遣将军费药等人 援旧号召 明帝召见在方城的张 命他攻击诸葛亮 明帝亲自来到河南城 摆下酒席为张送行 问张说 等将军赶到 诸葛亮是不是已经取得陈藏呢 张了解诸葛亮深入作战 缺乏粮食 屈指计算一下说 等到我到了那里 诸葛亮已经撤走了 张日夜兼程赶路 还没到达呢 诸葛亮的粮食已经吃尽 领兵退去 将军王双追赶 被诸葛亮击杀 明帝颁布诏书 赐好招关内侯的爵位 其初公孙康去世 他的儿子公孙皇 公孙渊都还年幼 所属的官吏 拥立公孙康的弟弟 公孙公 公孙公才能低下性格懦弱 不能治理所下的区域 公孙渊已经长大了 他胁迫公孙公夺得太守之位 有人上书说明事情经过 世中留也说 公孙世为汉代所用 因而世代承袭这一职位 其水路有大海相隔 陆路有群山阻挡 对外勾结胡人 地处遥远之地难以控制 而且世代为官 全是日久 现在如果不诛杀 以后必胜火焕 如等到他们怀有二心 首险叛乱 然后再加讨伐 将会更加难办 不如趁他刚刚即位 有党羽也有仇敌 出其不意派出大军进攻 公开悬赏招募 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明帝没有采纳 封公孙渊为杨烈将军 辽东太守 吴王任用杨周牧 吕范为大司马 印信和受贷 还没下达呢 吕范就去世了 最初 孙策让吕范掌管财经 当时吴王孙权年少 私下向吕范借钱所悟 吕范定要禀告孙策 不敢端断许可 为此 当时孙权就很怨恨他 后来 孙权代理杨县长 就私下开支 孙策有时进行核算审查 功臣周谷 就为孙权制造假账 帮助他 逃脱责任追究和查问 孙权那时对他十分满意 但等到孙权 同管国事后 认为吕范忠诚 身为信任 而周谷 善于欺骗 不予录用 三年 即有 公元229年 春季 蜀汉诸葛亮派遣部将陈界 攻打五都扬平二军 率领周刺使郭准 领兵全取相救 诸葛亮亲自抵达建围城 郭准退去 于是 诸葛亮攻下二军统帅 汉王又任命诸葛亮为丞相 夏季四月十三日 吴王集皇帝位 大赦天下 改年号为黄龙 文武百官都来朝会 吴王把功劳归于周渝 随远将军张昭高高举起手 想要歌功颂德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呢 吴王说 如果当初听了张公的记忆 现在我已经要犯了 张昭极为羞愧 趴在地上浑身冒汗 吴王追尊父亲孙坚为武列皇帝 哥哥孙策为长沙桑王 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 封长沙桑王孙策的儿子孙少为吴侯 吴王任用诸葛克为太子左府 张修为右臂 顾坛为辅政 陈表为纪中都尉 而谢静 范慎 杨仁等人 作为宾客 于是 东宫号称 人才济济 太子孙登让世中胡宗 作宾有目 说 英才卓越 出类拔萃 是诸葛克 经时时事 见解深刻 是顾谈 雄辩明达 言能事宜 是谢景 学问深邃 可与子游 子下等同 是犯甚 杨 私下反驳胡宗说 诸葛克 诸葛克才能出众 但是做事 粗心大意 容易疏漏 重要的东西 误谈心思精明 但是行事残忍 谢景 能言善辩 但是为人 浮夸浅薄 范慎 思考 精深 但是事教狭窄 因此 杨这个人 因为这番言论 被诸葛克等人厌恶 但是这四人在之后啊 全都失败了 正如杨所言 吴王派使者到蜀国通告 他已经登基了 提议两国并遵二帝 蜀汉认为 与吴国结交没有什么益处 而且名号体质不顺 自己应该表达出正义 断绝于吴国的友好盟约 丞相诸葛亮说 孙权很久之前 就有了僭越篡意的想法 我们国家以前 不追究他的薄情寡义 是因为有求于他的增援和救援 现在如果公开断绝关系 吴国对我们的仇恨 必定会加深 我们就一定要转移兵力 去加强东方的防卫 如果想要与吴国对抗 就必须先兼并吴国国土 才能在之后 谈论进去中原的事情 可是吴国贤能人才还很多 文武将相团结和睦 不可能一招平定 要是派兵防守 士兵逐渐疲惫 就会让北边敌人的阴谋得逞 所以这种做法不是上上策 以前 孝文帝谦卑客气地对待匈奴 先帝宽容大度地与吴国结盟 这都是权衡行事 随时变通 深思熟虑的结果 以此来谋求长远的利益 绝不是随随便便 一时的意气用事 现在讨论的人都认为 孙权有统一天下的可能性 跟随他利益最大 所以不愿意跟我们合力 而且已经躊躇满志 没有北伐的愿望 这样推断 都是似是而非的 为什么呢 是他的智谋和实力不够 所以把长江划分为一个界限 以此来保全自己 孙权不能越江北上 犹如魏贼不能渡过汗水南下 不是力量有余 而是有力也不去挣脱 若我们大军乏魏 孙权的上策应当是 分战魏的土地 再做打算 下策是劫略民众 开疆拓尽 在国内显示武力 总之 他绝不会端坐不动的 如果他不兴风作浪 跟我们和睦相处 我们北伐的话 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魏皇和南边的部队 为了防备武国 也不能全部向西调动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好处 已经够深远的了 孙权鉴阅谋逆的罪过 不宜公开表明 于是派遣魏魏陈镇 出使到吴 祝贺孙权 称号登吉 吴王与蜀汉结盟 约定将来平分天下 以玉清徐优四周属无 岩济并梁四周属汉 四周地区以韩谷官为界限 来进行划分